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送不停 今天再为大家送上两款LS苹果手机 免费的开学上网的工具 那么它使用简单 操作方便 节点也非常多 速度也是非常OK的 可以满足我们日常上网 查资料 看视频的需求 好的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App Store 我们在搜索栏这一边直接来搜索 第一款叫叶子 英文是LEAF VPN 第一个就是了 搜出来以后 这是第二个 像树叶一样的标志 我们点获取 把它下载下来 用指纹验证一下 好的 现在开始下载 下载网 以后 我们直接打开它 这边点允许 触控一下 触控一下 这边点 accept 结束 好的 大家看到这款VPN的话 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界面也非常的简单 上面就是一个立刻连接 下面的话一个精选个人收藏更多 我们点开更多呢 这边就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 我们点右上角这个加号 这边它是一个其他的功能 扫描二维码什么东西的 那我们尝试点立刻连接这里 现在已经显示连接上了啊 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VPN的标示 这边是免费服务已经连接上了 那我们打开浏览器试一下 我们打开YouTube 我们收一下试看 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在正常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播放情况 自动360P 因为我这个手机比较老一点啊 所以它最高到720P 我们就点一下720P 再看一下它的详细统计信息啊 好的 现在正常播放是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我们尝试给它快进一下 好 快进虽然有一点延迟啊 但是延迟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啊 目前它的速度呢 也来到每秒165 啊 现在上了200多了啊 对于一个免费VPN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足以满足我们日常需求了 正常播放的话呢 速度稳定在200多啊 也没有任何卡证的现象 那么这个免费的VPN呢 呃 其实我几年前就有尝试过了啊 这么多年它一直秉持这个免费的一个服务 真的是非常的好 现在到了2024年的2月份 它还能正常的使用 美东不足的话呢 就是它没有节点给你选啊 你也不知道它连到哪个节点 你要想知道它连哪个节点呢 那你只有测一下啊 不测你是不知道的 它也没有节点给你选的 这个是美东不足的地方 好的 我们停掉它 我们再来看第二款 同样是在App Store里面搜索 名字要windowscribe 我们搜索一下 OK 搜索出来以后呢 就是第二个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VPN了 我们同样的点获取一下 给它下下来下载下来 下载完毕以后 我们直接点击打开 好的 我们点getstart以后呢 这边要叫我们创建一个账户啊 我们就创建一下 这个邮箱什么邮箱都可以啊 可以可以邮箱也行 我们 这边点允许 可控一下 好的 账号注册完成以后呢 请去住你的账号和密码 然后进来以后 这个主界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个节点 可以选择啊 其中呢 国家名字全面有一个 就是五角星的 这个就是VIP的节点 那没有VIP 没有五角星的呢 就是免费的节点啊 那我们随便这个 打比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 美国公布的一些节点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用 这个右边呢 是他的一个信号强度啊 右边是他的信号强度 那我们找一个信号 比较快的 尝试给他连接一下 打比方这一个 我们选最下面这一个啊 continue free 时机每个月 也就是说他这个呢 每个月有时机的一个流量 这个地方说的 是需要验证一下你的电子邮箱啊 那我们到邮箱里面去验证一下 说到以后呢 我们手机上啊 要给他这个 呃也是要打开一个节点的啊 不然的话他也是 确认不了的 好的确认完了以后呢 我们重新来进行一个连接 好的 我现在已经连接上了啊 他是一个能灯的一个节点 啊英国的一个节点 目前连接方式的是UDP的 那么他的关口443啊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来测试一下他这个速度怎么样 我们换个视频来看一下 好的 稍微反充一下呢 视频开始播放 那么随着视频的播放呢 他的这个速度也是稳固的在上升当中 现在速度去到了U3 U40 啊稳步上升 现在去到了每秒270多啊 这个速度还是很OK的啊 我们尝试给他快进一下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正常上网这个 看看资料看看视频 没问题的 这一边的节点呢 他只要是全面没有这一个 信号的都是可以用的啊 然后我们连接呢 每一个绝点也是一样 那大比方香港节点 前面有一个新前面有一个收藏 这个的可能就不能用 我们要用这个后面有时机标示的 这样一个才可以 那比方我们尝试 上开这个盆灯的 我们尝试连一下这个香港的 那速度很快啊 马上就连上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的播放情况 我们放个视频试一下 那稍微缓冲呢 就开始播放了啊 现在速度呢去到100多了 现在速度去到230 还在稳步的上升 现在是280多啊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快进一下 基本上没什么压力啊 没什么压力 那么他的左上角呢 是他的一个设置菜单啊 里面有很多连接的一个 里面有很多选项可以设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项啊 这个连接这个选项 这边可以选择连接的模式 包括这一个 他的端口什么东西的啊 下面来讲的话呢 也有三个选项 大家可以自己标查 搭配测试一下 这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这个每个月实机流量的这一个事情啊 那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这个你实机假设够用的话 那下个月他会再给你实机啊 那假设这个月你实机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注册多几个账号 也就是多注册几个账号 注册三个四个账号来讲的话 能换的用 那一个账号实机 那就可以把你这个月包过去 有问题的啊 相当于永久的免费使用 好的 今天节目就介绍在这里 今天呢 为大家介绍的两款 就是在 LS 苹果手机上面免费使用的两款科学上网的工具 各有优点和缺点 好的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